午夜會高峰 煮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爆偉聰 在18年來那種戰爭或者準戰爭狀態 你會看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對於某一個族群或者某一個階級 用意識形態的宣傳 然後掀起一種特別是由低端人口開始 然後向上蔓延 那種找到一個仇恨目標 這種社會心理集體的轉化 或者這種心理結構的調整 是屢見不鮮的 正如剛才在新聞之前我也觀察到 我就奇怪 譬如我們之前說到 十二歲的女生在街上被防暴警制服 再加上一些其實不同的 都不是示威 也只是逛街的場面 那些執法人員那種態度 或者對於普通平民 根本都不是什麼示威裝束的 那種行為 或者對記者的渴碼 我看畫面 我看直播很奇怪 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大家無仇無怨 你只是負責去維持治安 或者對方又沒有扔東西 又沒有汽油彈 又沒有全身裝備 盾牌 武器 那為什麼會有一種 他們揭絲底理 以及有一種很容易使用過度的暴力 因為西洋菜街的十二歲女童 確實警察叫她停下 不要走 那十二歲越聽到 阿崩叫狗就越找路走 嗯 有些人說你在美國就會開槍 這些是混淆視聽 在美國就算白警去槍殺黑人 開槍的通常是有前民後利 他一定是成年人 或者恐怖有力 或者前面他刑跡可疑 這叫刑跡可疑 或者他不肯下車 香港也是的 你不是亂去搜身 什麼叫刑跡可疑 我想警方都有指引 這個十二歲的女童 是否刑跡可疑 除非你現在一口全警隊咬定 在當時前線的Madam和Sir 一致覺得這個十二歲女童 是鬼鬼祟祟 大家都覺得她是一個有潛藏的恐怖分子 身上未可能懷有攻擊性武器 又用中國式邏輯 某導演說 你農的 你都明知道前一日 警方說那裡會有 亡國會有這個非法集會 你農的 你還會這樣出來 既然是這樣用這種邏輯推論 我是前線警員 我都明知道你整條西洋菜街 乃路神街家那邊新年 都明知道前一日 你都會知道 今天是一個重災區 你還敢下來 十二歲女童 你就是來者不善 來者不善 你這麼夠撲 後面一定有 不是外國勢力 都是家長勢力支持 幾個前線的Madam和警員 在當時的小路條件反射好 專業判斷也好 正常你應該縮在家裡 你還這麼夠薑走下來 就當你是潛在暴徒 你說得好 我是嘗試心理分析 但我沒有道德判斷 你直接點中了一個要點 就是小路條件反射 因為我現在留意到 很多執法人員 他面對年輕人的時候 他那種眼神或行為 就是一種小路條件反射 他那一刻其實不是有意識 或者是刻意去做一些過度暴力的行為 但是不知為何 他就自然會做 或者自然就好像按下那些衣服 那個十二歲 那個原因就是 我剛才解釋 就是現在政府也好 所謂藍營也好 他整個政府內部 他有一種 他們那種叫做 political peer pressure 是的 他們這種叫做 PPP 政治的宣傳 政治的叫做什麼 Peer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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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r Peer Heiven Group 其實就是Peer Heiven Group 不要叫做 Group 叫做Peer Peer Peer 那些藍絲群組也好 或者政府的官員也好 也好 他們日常 他們自己在圈子裏面 不斷都在說 年輕人怎樣 不讀書 上街 暴動 搞港獨 然後當你看到一些 譬如說 我最近發現 即是大陸 有個網絡傳了一張 任正非的女兒 這個女兒叫姚安娜 怎樣 身家 因為她老爹的問題 八千億 這個是全國第一公主 最近參加一個名門派對 這個名門派對 不得了 給一個雜誌 類似香港這些名流雜誌 Tedler這些 去拍照 和她一起拍照 全部漂亮衣服 穿了這些低胸 這些美服 還有建築師 大陸名建築師的 一位有百萬粉絲的 這個有錢女 叫曹奕文 企業第二代 高海淳 還有一個做了環球小姐的黃露 一起拍某雜誌封面 全部珠光寶器 因為你也看到 巴黎有些時裝名牌 邀請了這些大陸的富二代做名媛 行動紅地毯 請她去巴黎出席些波 然後與會 可能遠遠見到有K Middleton 威廉王子的王菲 當你在香港來說 一個物質的社會 長期你會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你看大陸的第二代 他們這麼成功得到西方物質文明社會的endorsement 尤其是巴黎的名媛球 請他們出席 你看香港這些死人廢青 如果我是Madam的前線 我平時都玩手機 我看到姚安娜這些珠光寶器 我看你全班這些死蟑螂妹穿黑衣 英文又蟑螂 中文又蟑螂 說了粗口 指著我們的紀律部隊狂鬧 我恨不恨 所以 當初我們都評論過 那個什麼袁座級 哪個主席忘記了 他說用蟑螂形容這些年輕人 我們都說過 這是非人性化的形容 是會很嚴重的效果 因為叫開了 因為你這種事情 對於很多人的小腦條件反射 他已經不當眼前的是一個人 你當初這個詞彙已經形成了 然後當然 然後警方說這個詞彙不對 我們有改善空間 但因為在社交網絡 一個叫蟑螂已經四圍標 等於藍絲、黃絲 等於二戰前 你把老鼠來形容猶太人 現在美國指控說 你這個叫抖音有後門 TikTok有後門 是可以拿用者的私隱資料 然後TikTok就說 我們會改善 我們會將它升級加密 就會堵塞 你信不信呢? 當然不信 當你有後門之後 你的私隱已經洩漏了 走了出去 在某一個國家的伺服器 或者雲端永久儲藏的時候 你再把它關掉 英文說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你會覺得那些私隱 以前沒有塞洞 那些私隱會突然神秘消失嗎? 是不會的 這也是 這些蟑螂和去年出現的 當然 有時候這些是兩方面 你這方面也說黑警 OK 對嗎? 這到底是誰 但是不同 雖然兩者都是侮辱的詞匯 但是你形容這個警察 你可以用這種 你沒有說它是一種非人的生物 這一點 你經常說語意學 那也有說狗 警車的說狗車 在網絡上說 是 這些是不對 但是狗跟蟑螂 雖然大家都是動物 但是狗是比較友善的 你每逢用蟑螂 老鼠 這些狗是中心 但是蟑螂和老鼠是不同的 這真的是希特拉用來形容 他沒有把猶太人當狗 所以現在我觀察到危險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東西在醞釀 發酵了一年紀之後 現在你看到 每個人的眼神的行為 真的跟這些歷史上出現過的事件 很有相似 現在就是這種狀態 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 等於當日 那些殺猶太人 那些德軍 在集中營裡面 那些是普通人 他為何會視若無睹 他為何會參與呢 就是這樣 因為你已經分圖了 你看到那個Reader那本書 那個套戲 Kate Windsor做的 他只不過是集中營裡面 一個女保安 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 你說整個系統 他是否一個經手的環節之一 是否導致成百萬計的猶太人 進入這個焚化路 是 所以日後 在戰犯審判法庭 就是爭辯這件事 你要問論罪 是論到多低級 是嗎 在那時候 整個國家的環境都是這樣 是 但最慘是似曾相識 好了 這也是牽涉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產生的 叫做戰爭罪行 倫理的問題 今天美國政府 要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分開 你先聽著 一旦是戰爭分不開 還有等於 如果你將日本軍國主義 在東條英基太平洋戰爭的罪票 會何手 和日本人民分開 為何你會進行日本東京大轟炸 炸死十萬人 為何你要懲罰廣島長期十七萬日本平民 為何邱吉爾去狂炸東德的德雷斯頓 漢堡和科隆 東德德雷斯頓 只是那次炸死十三萬人 是全部死的是老幼平民 裡面有沒有liberals 有沒有反戰的左翼的學者 甚至有沒有其實地下反抗納粹的德國的有色之士 相信有 一勞劫灰 是無分彼此就煲起 現在有這樣的傾向 在2005年 香港明天會更好主辦的一個論壇 這個大陸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個叫朱成虎 如果美國干預台灣 中國會率先向美國發核彈 然後中國準備犧牲西安而東 然後交換你美國數十座城市核襲的毀滅 這個也是要美國毀滅 但最近傳出一宗 另一個網紅 叫趙 他說可以用成千個核彈 在海洋中心爆炸 以及在喜馬拉雅山裏面爆炸 那你做甚麼呢 他說改變整個氣候和地球運行的軌道 那為甚麼要這樣做 他講到沒有 毀滅全人類為代價 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 已經比起毀滅幾十個美國城市更進一步 是全人類 他說可以令到青藏高原至下 包括其實十四億 全部化為招 就算你在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是 當時為甚麼有那麼多日本人 屠殺中國人 或者將他們做化學實驗 因為他的宣傳就是 中國人都是低等的 因為南京陷落之日 東京民間舉行慶祝儀式 一樣的嘛 章燈結彩 好了 這個廣告回來再講 多小天下事 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 爆偉聰 這些挺恐怖的 因為你的社交媒體泛濫 假新聞 仇恨信息流行 舉例來說 我們聽到牛津大學 是最近試的疫苗 兩個星期前有消息 是志願接受疫苗的 有一個英國政府宣布 是產生一些無法解釋的症狀 是骨髓裏面有些困難 這是大約一個星期前的事 但英國政府現在不用怕 現在我們正在修補 好了 如果你把牛津疫苗 述失敗這六個字 中文你輸入看看 我剛剛試過 早在2020年5月21日 新浪網醫療網說 惡號牛津疫苗宣告失敗 產生抗體不能預防新冠感染 這個你看新浪網 早在2020年5月21日 一直到大陸每天頭條的6月10日 然後中國醫療的5月26日都說 牛津疫苗宣告失敗 5月期 但我們在外面知道的資訊 直到一個多禮拜前 牛津大學宣告 唯有二千多人自願接受 出現一個 是有一些和骨髓有關的發高銷 怎樣為之失敗呢 牛津大學已經說 我們現在正在改進 暫停 兩個禮拜後有望恢復 這些就是正確的消息 OK 就不是你5月看到那種大有幸災樂禍 在燒定炮長說宣告失敗 他其實不是失敗 他中間有些挫折 這叫做英文叫做set back 是嗎 你長久以來一側 應該是科學客觀的醫學新聞 都可以這麼政治化 你現在一個人 處身在一個網絡假消息和謠言的迷宮裏面 就算你很多人有高等教育背景 你看著他這一年半載的人 那種不要說嘴唸 直接是思想和說話 突然間慢慢出現 就醞釀你剛才說的這種變化 是啊 沒錯 因為這件事也是在二戰之後 很多研究二戰史的人去問的問題 為什麼德國有這麼多所謂共犯 去參與迫害猶太人 原來這些人研究 就是原來在納粹德國 在二、三十年代開始 一路的宣傳 就是令人根深蒂固 而很多根本是青年時代已經洗腦 不只是德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英國的知識界 他們深切相信史太林的蘇聯 是代表英國的出路 最近有一套電影《就怪上》 是波蘭導演 叫做Gareth Jones 是真人真事 是一個英國記者自願去莫斯科採訪真相 結果發生一連串 吉不幸事件 這套戲中文暫譯為新聞守護者 另一套是英國的一個電視電影 現在做完第一季叫《Tratus》 這套劇是今年剛剛拍的 是講戰後艾德麗政府上台 這套是英國版的《釋戒》 講一個英國劍橋畢業的大學女生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做過破解德國情報的情報員 她打算打完仗可以回家 但還未得住 原來美國的宗情局派了一組人來 她說現在因為艾德麗工黨政府上台 推行社會主義 我們美國私下評估現在英國轉了色 以及我們發現 我們認為英國工黨內閣裏面 有至少一名蘇聯間諜 你不要走 你要為國家 去捉現在的英國工黨政府裏面的蘇聯間諜 這個女生當時有些困惑 這個英國工黨是經過我們民選產生的 她雖然是推行socialism 但她上線美國特工說 你現在不可以退社 你跟我們找政府裏面的蘇聯間諜 即是跟你拯救英國 結果發現整個工黨裏面內外 一致那種思想意識形態 是覺得蘇聯是救星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靠蘇聯打的 因為史泰林格勒之役 他們付出給我們慘重更多的代價 還有沒有了史泰林 邱吉爾及羅斯福根本打不贏這場仗 於是在知識界和英國工黨裏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對史泰林的蘇聯更加有好感 這個時代背景 你可以解釋為何今天西方出現左膠 這個左膠的第一代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後都出現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知書色禮飽讀書的人 他們對蘇聯產生一個什麼盲點 這個盲點為何會產生 有很多醫生、律師、有錢人 原來你是越仇事、納稅的人 越有知識的人 越對蘇聯當時的宣傳 防禦是最脆弱的 這個問題真的有時間可以研究 明晚十一節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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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